很多人看那些盲目多,我们那些不是盲目,我们看那些全部是精英,有脑的,人多,我精子够多了, 我们都生小的,只有一粒的,这些这么有见地,有台长这么多精彩节目,有科学新知,有一周大事回顾那些,一周时事, 这些很深入的分析,好过去听那些标题,可以吹到很大,一定有人看,你无办法,那些人反智, 还有那些人有一种情意结,总之说当川普有机会翻身就可以, 拜登的水冷都无人有,他就会看,但我们不可以这样,我们是做新闻出身的人,台长, 我们一定是根据客观的事实,我们是做分析预测,是这样的,我不能够根据一个 fake news, 然后跟着去大做文章,是吧?你郑爽,说郑爽,那些当然多人看, 不知道谁 루�,那有谁是郑爽的 говорил啊?不知道?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想想说你,又担政ado 一个大 Pun女明星 找个代母生子,遗弃他代人, 他的男朋友在吵,变成一个丑闻, 海海两地天天天在讲,转离无视线武汉肺炎一周年, 这个中国小来孙一部份,你别看一件这样的事, 这件事反映了什么呢?反正共产党做文宣是很厉害的, 我们反共反了几十年的人, 我们一向一定要成一样的共产党做宣传, 或者搞心战是没得撑的,我告诉你,是真的,是吧?